请问有没有买过林肯飞行家或者大众图瑞的车主 这两款车哪个开个好 性价比高 有哪些优取一点 请指教 谢谢 好 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两款车 发动机变动箱 驾驶感受 底盘 还有车身安全哪个好一些 这两款车呢 都是定位这个中大型的一个SUV车厢 但是飞行家呢 它有六座七座可以选择 而这个图瑞呢 它全系的数座 它有这个杂局 并且这两台车呢 车身强度 A住B住啊 还有这个衡量测量 车身强度就完全碾压一些什么 这个日系车 你像飞行家 它这个车身的高强度钢 都达到了1400兆趴的强度 你像热身性钢 A住B住都达到1700兆趴的强度 图瑞呢 它这款车的AB住呢 强度也达到了1400兆趴 所以车身安全量都行 就是说非要谁更好更强的话 还是这个飞行家 比这个图瑞车身更加的强硬一些 飞行家呢 是基于这个CD6后驱动平台打造的啊 虽然它这个国展车呢 它搭载的是一个福特原装进口的320T 重置的啊 智能五轮夹发动机 六杠级 还是非常不错 扭矩达到了553 马力达到了355 动力非常充沛 匹配了一个福特 和同用共同研发的这个10AT变重箱 其实这个变重箱呢 像领航员呢 还有这个福特的这个探险者啊 也都在使用这个变重箱 词比非常多 非常密集啊 成本也高 但是换挡的平均性是非常好的啊 能达到一个机欧的目的 并且前双插臂的转化 或者是和多连杆都的转化 这个双插臂的转化呢 车本非常高啊 能防止这个侧轮轻轻 咱们防止它侧轻 还能防止这个刹车点头 非常好 而且中高配呢 还有这个悬架远应调节 还有这个空气寻挂啊 配置方面是非常不错的 中高配以上的还有电信门 很好 大众图锐呢 这个老牌车啊 大家都是非常认可这些车吧 基于大众的MLB啊 平台打造的 你像这个奥迪的Q7啊 Q8啊 还有保时机卡燕呢 还有这个宾利的天悦啊 都是这个平台打造的啊 但是虽然都是一个平台打造 但是这个卡燕 还有这个天悦的做供用料 肯定是不一样的 就像这丰田的TNJ 购价是不是 虽然是威兰达呀 是什么凯姆瑞呀 还有荣泛啊 还有这个路范和哈兰达 都是一个平台产物 但是他们的做供用料 是绝对不一样的 包括这个 雷克萨斯也是的TNJ 平台打造 它做供用料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有这个区别 那么售价方面呢 土瑞呢 要比这个飞行家呢 从低配到高配 都有个10万块钱的一个差距 因为它有这个进口车嘛 有个进口税啊 还有一个运输费用 其实它要比它贵一些 那实际要这么一算的话 如果是国产的话的话 土瑞 那它的价格和它也是差不多的 那么动力上呢 有2.0T的4-1 还有3.0T的6-0T 当然这个价位 我们都会买6-0T 是吧 动力上呢 带来一个重置的 EA389的3.0T 直澎沃兰达压发动机 匹配一个彩埃福的 8AT变速箱 那么扭矩是450 马力是340 从参数来讲呢 并没有这个飞行家那么强 但实际开起来呢 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土瑞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它搭载了一个 拖身式的一个插速器 这个四驱能力呢 更加的可靠 更加的耐照 可靠又更高 但是成本它也高 但是油耗也平高一些啊 这个插速器 以前Q5 Q5也用 但是给它拿下了 这个四驱系统 四驱功能是非常好的 那么并且这个四驱上呢 要比这个飞行家 又更好一些 但是它全系都标配了 悬架软硬高地球 一个空气循挂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 配置上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这两款车的发动机变速箱 哪个康照一些 有人说这个EA389 发动机呢 发动机呢 容易丢机油 这个功率数大了之后 超过167万 156万功率之后 确实有这个迹象的啊 并搭动这个发动机嘛 基本上包括德基 宝马奔驰都有这个迹象 搭动这个 丢的比较严重一些啊 飞行家这个发动机呢 这个丢机油的迹象 就相对比较 概率很低很低 那么变速箱而言呢 肯定是这个 涂瑞的财富8AT 更加的靠谱 更加耐照一些啊 并且拼的是个品牌 变速箱 确实是质量上 是非常靠谱的 那么底盘悬挂的 两台车都不错 都是千双拉臂 后面都轮杆 都带着车加远远调节 空气悬挂 这个可以划等号 那么我们具体说一下 这两款车的驾驶感受 涂瑞呢 需要加95号汽油 而这个飞行家 只需要加92号汽油 可以说 林肯 他这个车型 包括这航海家 冒行家 男子两行员呢 都需要加92号汽油 乃至六张级 都需要加92号汽油 所以说 在油耗这个 所以说这个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图瑞开起来呢 加速是非常快的啊 要比飞行家加速还要快 那么 并且的 他这个拖人士擦出性能 越野性能要特别好 四驱 通过性能 要比这个飞行家好很多 虽然是这样啊 但是有很多人 也不会开着这个图瑞 去玩越野 一般玩越野 都选了一个分时市区的 而且这台车呢 调教到底盘情况偏操控偏运动 开起来 游刃有余 非常灵活 非常不错 这台车呢 怎么说 综合实力是非常强悍的 性价比很高的一款车吧 飞行家呢 这款车开起来 动力也是功用的 他这个隔音呢 还有这个 底盘扎实感呢 还有这个舒适度呢 要比这个 图瑞要好一些 并且他这车呢 有人说 开起来发动机声音大 其实不是 他有个声浪模拟器 你可以给他关闭 关闭就好 带着个功能 那么并且呢 他这个四个车门 都是双程的隔音玻璃 还有主动降噪 所以说隔音方面呢 要比图瑞更好一些 底盘扎实感呢 要更高级一些 性质感非常好 非常不错 他就像一个比较有 质感像这个奔驰一样的 方面去发展 非常好 而且这台车开 并不像图瑞那么灵活 稍微有些笨 外观丑到非常的敦势 如果说接待用呢 飞行家要比这个 图瑞 乘坐感受要好很多 但是如果说你要开起来 操控起来 那可能图瑞 要比飞行家更好一些 那也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样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 准备发评论点赞 拜拜